繼續回來第七場賽事 三班一千直路 較為醒神狀態 分別有2號和3號 都是贏的馬 先看這隻精彩勇士 雖然這次的班數有別 但是我覺得這隻馬 之前比較鎮定 我覺得這陣子沒有之前那麼聰明 接著輪到這隻日日型 近期都是相當銳利的馬 打一搭贏了兩場 復課跳這課是昨天早上跳 這課是吳嘉俊士 他都相當鎮定 今年這隻馬真的看著轉變 好,再看微影楊飛 可能有些年歲上的分別 日日型只不過是一隻四歲馬 他已經七歲了 你說叫保養 演出連貫性 他算是保持得很好 回去重化地休息 接著是灰馬,平海寬升 這些相當銀口陷下 一向都有 陳粗經常都拉不住 這些都是陳粗之星 厲害,這樣就厲害 如果這樣 經常都頂到這樣 是不是爆過很冷的一次 99倍 好,相比這隻就是二套 防沙、避窟 總之走規肯是不得唱順的 贏也是敢,輸也是敢的 高明進彰 我覺得這隻馬基本上都沒有什麼變 好,接著是梵歌儀 外面紅布那隻89 近鏡是金進來的 那隻金進就是上次弄到楊明倫那隻馬 都是跑這場 那隻梵歌儀是神操之星 在重化困了一輪 好,接著看一隻宮頂 還有一隻創高峰 創高峰在一個很厚的位置 現在名次上都不起眼 但你不要小看這隻馬 淺藍帽後面那一匹 他在跟著跟著,他走得不差 至於這隻宮頂 反而我覺得 開頭一路今季做都可以 但做了一馬停了 然後又試襲 總是覺得不夠信心 不知為何這隻馬好像變了 他又經常都神操 給我們的感覺好像冷冷閒 又不起眼 所以對於他休息了那麼久 這隻馬是初出的 信心其實真的差一點 反過來說 沒有東西不會今天才出 不過你又反過來說 草草賣賣賣 不過我相信前者比較多 好,加州前程 都暫時普普通通一點 回到重發 也曾經工夫脫漏過 接著就金進 這些就上次擺前面走 入到最後 你見一有馬在他旁邊 掩掩掩掩掩 燈光 他就有點靠近 所以就弄傷了 約明倫那裡 不過這隻都挺好馬 好,這隻是電源自驅 北半球的 好,接著就復出這一場 如果計算這一場 去到第三場 其實就算今季跑三場馬 去到三場近 回到第七場 三班一千米 這一組賽事水準 其實都不算益 尤其是你去到季尾 都要看法調整一些 其實這10號的電源自驅 它今季真的用得比較少些 但是我覺得它跑落 它似乎不是一隻正宗的短途馬 它跑短 通常頭斷落後的比較遠 上次忍忍地追上來 都拿了第三 我記得它追到文家良 那隻七身馬 都追到很近 但是那一場就沒有什麼馬選 而這場感覺上 多了一些對手 譬如多了九一復出的攻頂 諾斑的精彩勇士 這些馬 和重化回來的美影楊飛 就侵了這些馬 可能對於它 有一點考驗 還有難度在這裏 前面就是二 不用談的 這隻日日營 近期聚到爆 加了四磅 我想這些都幾難擋得到它 又是對這些原本的馬 所以我覺得這一場應該 不會說爆到亂了 我喜歡二號馬 日日營多些 如果這樣比較 因為在概念上 我已經記得這隻馬 原本 它是很心急 出來飄很多汗 很緊張 就算淹了 今季出的時候 它都是這樣 一路跑的時候 好了 到這隻馬 為什麼會一路好下去 其實它的跑支 或者其他 我覺得這隻馬 都跑支 可能因為體型的問題 其實不是很靈活的那種 不過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通常 如果以大為數字 通常是淹完的馬 一定是跌榜 但是這些馬 跌得不多 它可以再慢慢 一路已經爬上去的那個榜 這些是很明顯的東西 我不知道跟它 是不是真的 落場跑得回 那種是有關係的 因為本身這些馬 不是說淹完之後的那個榜 好了 到它 開始開心 都說很基本的東西 你不開心 哪會吃呢 你不吃哪有力去操 不粗怎麼去跑呢 這些其實是一連串的東西下去 最重要是令它開心 我覺得這隻日日型 暫時應該都挺開心 還是要搖 電源之區 其實金進 剛才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那一課 拍那一課 草集還是草地 我都不記得 你看看時間 開得很快很快 其實金進也是一隻很好馬 很少會開這麼快的時間 不同 梵哥兒我都知道厲害 但是金進是落地沒力的馬 所以這隻其實是挺好的 來的